而关闭将近两个月的花莲高尔夫球场 13号上午5点半重新开放球友来打球 解封的第一天虽然并非假日 不过仍有47组的球友来预约 暂停营业近两个月的花莲高尔夫球场 为解封首日上午5点半开放球友集球 球场副总经理汪玄州表示 停业期间亏损约600万元 但球场仍持续减少保养维护 确保球场能够随时开放 从预约组数可以看出球友很想打球 13日非假日也有47组球友预约 到18日总计约有200组完成预约 因为是第一天 大家还有一点这个试水温的这种感觉 尤其17号这个礼拜六 礼拜六我们的预约几乎是满场 包含我们的大厅的整备 我们进门以后有这个酒精凉测体温 食联制 然后大厅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大厅阻纳12位 浴室我们就暂停不开放 只做更衣室的使用 我们的卖店呢 也只有做外带的服务 做外带供应冷热饮 冷热饮来供球友来使用 然后我们在进场集球的时候呢 采取分流 分流每间隔十分钟一组 每间隔十分钟一组 因为我们在第一栋和第十栋 两个比较接近 所以我们中间有五分钟的间隔差 这样也确保在户外 不要有太多人群聚的这种情况发生 然后我们也鼓励球友 尽量多走路 多走路的话 你呼吸新鲜空气 也避免太多人集中在一起 我想高尔夫球场相对来讲 对这个疫情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鼓励球友 多来球场呼吸新鲜空气 增加我们的抵抗力 在还没有打疫苗之前 能够把自己的抵抗力 能够更加强 这也是我们能够提供 球友们的最好的一个环境 球场配合相关防疫规定 14种量管制分流入场 开放上下五个36组球友 入场集球 每日预约时间为早上 5点半至8点半 中午10点半至1点半 每10分钟开放预约两组 不接受单人以及五人一组集球 让球友安心打球 也鼓励球友踊跃报名 在球场多走路 呼吸新鲜空气 接着蒋方燕华林士报导